那你想說我發現硫酸銅通電不管你的負極擺看放還是擺銅板答案都怎樣 一樣都什麼意思都聲稱什麼都聲稱銅 所以如果剛才電鍍你說正極要銅板那如果我把負極也變銅板變什麼意思 以銅為電極電極硫酸銅嘛 所以我說電鍍就等於是以銅為電極電解硫酸銅 所以考試就搞清楚人家考的是碳為電極還是銅為電極OK 那這樣的電解方法練出來的銅比較精純 我可以用還原法練銅可是那個比較不純 比較不純我們叫浩銅要經過電解之後就會更純 所以這個動作叫做電鍊 所以電鍊其實跟電鍍的意思其實是一樣的 就讓金屬長出來讓金屬長出來OK 就要電鍊所以電鍍電鍊其實差不多差不多 只是名詞不太一樣 注意事項 打電 水流電 然後電流不要太大或太小 太小會把你渡到你死掉它還弄不好 然後太大了它也會容易太大了它容易會氧化什麼這些反應的 然後要穩定它才會度得很結實 都很結實 然後這個很無聊但是很多人喜歡問 拿來的這個東西上面不可以有鏽不可以有污 否則它就度不老 所以我們要用砂紙除鏽磨掉 輕氧化那去油污這以前教過鹼性可以溶解油脂還記得嗎 所以很無聊但是就很喜歡問 用誰除鏽用誰去油污 我們說的第四個重點其他注意事項 還有一個也很無聊還是一樣喜歡問 做完以後你度完以後咧 先拿蒸餾水沖一沖然後再用丙銅沖一沖 丙銅是有機溶劑揮發氣很強 你沖完灰發就乾掉了水加速乾燥蒸餾水沖丙銅沖 這兩句話真的超級無聊的 但非常的靠死背 但是你的小考的考卷斷考考卷它就是會出 那就是會出你給我備好用誰除鏽 沙子除鏽用誰去油污 用輕氧化那去油污 做完要怎麼辦先沖蒸餾水再沖 用冰湖 OK 記好 然後告訴你說它是不是能夠結實啊 做啪啪啪啪啪的影響 看了就算了 除非以後你要學這一行 你要做這一行 那你就要很注意很小心才能夠度得漂亮 度得結實 好 不容易脫落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不是就是負責看看說 喔 它受好多音質的影響 看完就算了 沒有什麼關係 看完 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污染 電鍍液裡面有一些金屬 所以它會造成一些重金屬污染的問題 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 我們這個發生過二人錫那邊 二人錫就是電鍍液造成的 然後回來提到它 嚴重污染問題 所以電鍍液是一個污染性很強的很大的工業 因為它有很多這些重金屬的東西 好 所以這個 鍍營的時候需要這碗葉 請我們不知道八年級的時候 我有九二郊 有這個字的 有清這個字的都是有毒的 有去毒的 所以要小心要處理 要喝喝喝喝喝喝喝 可以了 我們在國中考試的時候 鍍營的電解值都是硝酸儀 因為你只學過硝酸儀有銀磷子 我們不是用真的生活中的那個 計畫物的電解值 OK 再來就是這個 二人錫濾母粒 蚵仔變綠色了 因為在裡面含了太多的銅磷子的廢水排放到大海 蚵仔就吸收 然後銅磷子藍色 沒有濃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看起來是綠色 如果吸收更快會變成藍色了 這個被點擊 然後就叫做翡翠綠 翡翠綠的綠色 有綠色 叫做重金屬汙染 累積 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像又會死 不會 但是呢 重金屬會在你的身體裡面累積 累積到某個濃度 你會發病 會出現那種奇怪的病 痛痛病 挖溝病 然後呢 你可能會生下畸形兒什麼什麼之類的事情 OK 好 就是這樣 綠武力 當年很有名的事件 韓同的被電鍍業所謂的危害 讓你了解一下電鍍的污染 請注意 這個電鍍就是以銅為電極電解 硫酸桐 一樣 記住我告訴你那四件事情 四件事情 把它背好就背了